你知道国外普通家庭的零零后宝妈 生活中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 早上7点30分 这位叫做奥黛丽的女生 就会随闹铃从床上醒来 她今年21岁 目前一家五口生活在加拿大 奥黛丽现在是一位全职宝妈 总共生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起床后 奥黛丽会先给孩子换尿不湿 接着喝完一大瓶白开水 帮助身体促进新陈代谢 就该给孩子喂奶了 早上8点 另外两个孩子会准时睡醒 过来跟弟弟一起玩 由于奥黛丽自从结婚后 就保持每年生一个的速度 因此孩子之间年龄相差并不大 最大的女儿只有三岁 最小的儿子才刚满月 奥黛丽日常生活中都是独自带娃 不过今天丈夫周末休假不用上班 为此早餐自然是由她来做 在这之后 奥黛丽带孩子们吃完早餐 就要把小儿子给包起来 再给她一个安抚奶嘴 放到摇篮里继续睡一觉 据奥黛丽所说 这种方式能让婴儿睡得更安稳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理呢 此时奥黛丽趁空闲 会去收拾一下房间 以及照顾其他孩子 虽然奥黛丽如今才21岁 可带娃经验却非常丰富 她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 定制成时间表格去完成 例如孩子几点该睡觉换尿布 或者几个小时喂一次奶等等 总体来说十分有规划 时间来到中午一点 一家人就要出门购买日常用品 因为奥黛丽家的小孩比较多 所以基本只有等丈夫周末休息 夫妻俩才能带着三个孩子 一起去超市采购一周要用的东西 买完回到家 奥黛丽会和丈夫分工干活 一个带孩子一个去做晚餐 为了省去各种繁琐步骤 奥黛丽家经常吃的食物 都是选择提前做好放冰箱 要吃的时候 拿出来到进锅中简单加热就行 晚餐加热期间 奥黛丽还要给小儿子喂碗奶 才能让他安静地待在摇篮 拿出去跟家人一起吃晚餐 晚上七点 奥黛丽把清洁卫生弄干净 就差不多该陪孩子去睡觉 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外对孩子的教育文化中 小孩在三到五岁就要自己睡 奥黛丽家甚至两岁就要单独睡 另外如果在白天没有睡午觉的情况下 通常晚上七点就需要上床睡觉 主要是保证他们能有充足睡眠 而奥黛丽晚上的时间 大多数在洗完澡之后 就会一直待在房间里看娃 与此同时补充一下必需品 他每天都会把装婴儿用品的篮子重新装满 这样要用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脚乱 也算是他的带娃小妙招之一 奥黛丽直言 尽管他一天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 可不会觉得这种生活很枯燥 毕竟看着小孩一点点成长 会让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奥黛丽就会哄孩子睡觉 依旧还是习惯把他包好 出于防止孩子半夜恶行 奥黛丽凌晨三点 还要按时醒来喂奶 这就是加拿大00后宝妈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这么看完 我可以看完 我可以看完 我可以看完